今天我们又继续找到高盟熙师傅 讲一下一些男神的面相 不过今集讲这个男士 是不是一个男神呢 有很多人我相信 都可能抱有不同的意见 但是在事业的层面上 我相信有些人都对他表示认同 但是可能在他做人的风格上 就未必了 因为这个人很出位的 经常都有一些言论 会一射击起千重浪的 就是林作先生 是 我们今天又分析一下 林作他的面相是怎样 刚才他说不是男神 我又常常跟人开玩笑 眼耳口鼻齐全的人 都是五般齐 当然他的样子都生得挺好的 所以我觉得他的样子都不算太差 还可以 但是如果以林先生来说 他那个面相 他眼神 他就不是说没有神 但有点散唤 这类人是比较自我固执 比较自我固执的人 通常都是做自由职业 是会比较好的 他才不会容易 有太多事情 会觉得被人制肘 不会觉得自己的自由度不够强 才会做事得心应手 这类人就是不喜欢被人管 不喜欢被人说 你要做些什么 你要做些什么 他什么都好 他很随性 我喜欢怎样就怎样 我喜欢做些什么 就做些什么 所以变成了 他的走势 可能有人问 为什么他大律师不做 要做保险呢 大律师可能有时候 因为一个案子 有很多事情 要去接了之后 有很多问题 要很积极去处理 不是那么自由度高 但是保险呢 他接与不接之间 他可以自己去控制 有很多事情 他都可以去跟客人去建议 就跟做律师 有点不同的立场 所以是自由度高一点 当然都是要服服服服服得好 这个我相信他做得到的 因为本身来说 他这个人的嘴型都生得挺好 即是说呢 他口才都好 反应快 灵活 聪明 变成了 他会在表达方面都挺强的 还有呢 本身呢 他那个眉眼之间 他那个都挺宽松 还有他这类人的面相 特质呢 他都是很喜欢得到人的赞赏 和评价 和重视的 尤其是他这一类 是属于火比较重的人 虽然他是冬天出生 那他水火两容的时候 就变成了水火技制 那这些人是很聪明 反应很快 还有这些命的格局一靓 是可以整世人都很好命的 即是一世到老都不用怎么担心 所以他算是一个好命的人 不过呢 因为他那个火 他都身都比较强 而水也是很强的时候 两者 那变成了他这个平衡之中 他有时候会变成了 他那个势强的时候 就是说 会容易是占弱一些 还有呢 他在那个感情 情欲上都会比较强了一些 有时候会比较随性一些 那变成了这个 如果他再控制得好一些 他那个运 会更加掌握得更好 因为如果他在健康方面 会容易是出现一些肺 肺器管那方面 会容易比较弱一点 那变成了夜晚睡 早睡一点 吃多些润肺的东西 和滋阴的东西 都会更加理想一些 那财运 我就不担心他了 因为他这些命格四的面相 就是我们看得到 他这个三亭都饱满 还有呢 就是三亭六虎 我们要说三亭六虎 饱满就是财运到老 都不用休的 就是变成了 他那个有钱 他鼻也是有力 财运也好 那就是希望他 在因缘方面 就将会很快找到一个 是可以一家都认同的 那我看他的婚姻呢 就应该会去到眼云之后 才会慢慢稳定下来 在眼云之前 就是在36岁之前 都会容易得到也好 就算他结婚也好 都不是说是可以很稳定 是可以很长的 如果是36岁之后 那些就可以很长的 机会比较高 是的 又要看他自己 如何处理他的婚姻 是的 希望他将来 人生都是大赢家 嗯 OK 那相当之有趣 面相和八字 原来可以大家看到 是有一个连结的作用的 嗯 下一集 我们又看看 点子冰冰 点着哪一个的男神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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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